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大名鼎影的屈府熏豆腐 这一份多少钱呢?三块 三块钱一份,这一份有多少片?六片 六片 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屈府啊 哎呀,今天这个温度是太高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啊 最高40度啊,这会儿35度 但是我感觉体感这个温度啊 也得有将近40度,阵阵的热浪 我们今天来吃个屈府名师熏豆腐啊 就来这个地方好像啊,那我们就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好多的车啊 没有,之前我看到视频里面讲的人那么多啊 还有两个,三个人在排队 多少钱一斤呢?这个猪头肉? 猪头肉 就猪头肉吗? 29 29一斤,我来,我来20块钱的猪头肉 好嘞 哦,在这里熏豆腐 我们待会儿进去看一下 20块钱的猪头肉 你要什么地方呢? 要鼻子这边还是下去吧 就这种地方吧 有点,有点肥的,有点瘦的 这一块钱吗? 我叫20块钱呢 我,我还要,待会儿要那个 21块钱 行行行 都不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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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就只有 不然就在这里剪着吧 还拌一下吗? 一会儿这个要慢走 不拌 不用拌 不用拌 好,这是我的 你给我饮料吧 饮料,饮料 暂时先不要吧 哎呀,这个是什么 我以为,跟大洋一样 大洋一样,那就来一瓶这个吧 好,来成这个 好,来成这个 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屈服熏豆腐 你们这个熏豆腐是 从几点到几点卖呀 早上 7点买到下午 2点买到有人 主要是早上还是中午吃的多 中午 中午吃的多 中午吃的,早上也有吃的 早上也有吃的 7点开始买菜 8点就能吃好了 7点买菜,8点吃 对 那钱咱们 看一下这个 哇 3块钱这么一份啊 还是很 看看这一大锅 哇,这里边还有香料之类的啊 对 大料 这个是什么 肥肉 肥肉啊 哦 吃了香 哦,明白 辣椒酱 每碗都放辣椒酱啊 对 你这会 你要是不吃就可以不要 会很辣吗 辣 辣呀 一般都要是吧 过来一份我刚那个我要一份 放辣椒 放辣椒放辣椒 你马上弄辣 好,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共啊 加一块是30块钱 这是21 然后这个是 这是21好像 然后这个是3块 哦,还有一瓶这个 对,忘了还有一瓶这个 一共是30块钱啊 加两个馆头 哇,看着还不错啊 来我们 尝一尝啊 好 天气真的热啊 没有一次性 杯子 什么呢 用这个吧 哇,你看后面人 还是很多很多人啊 豆腐先不吃 我先尝会这个猪头肉啊 看这个 嗯 软烂适中 甜甜适中 不错,挺好吃的猪头 这个就是熏豆腐啊 我们上次是看到有其他人拍的 他这个熏的过程 但是用锯墨子熏的 熏完之后 在那个大锅里边 就跟是卤水一样啊 里面有大料 然后还有 猪肥肉 所以说这个会吃起来 比较香一点啊 嗯 有淡淡的那个 烟熏火鸟的那个味道 把这个辣椒就好了 这个吃起来要比 要比闻的那个 烟熏的那个味道 重很多很多 那一口没有放任何酱料的 是什么味道 哦 没有放辣椒酱的吃 没有那么咸 有淡淡的鲁香味 还是有很浓的那个 熏好的那个味道 外面硬里面很嫩 就这样一个口感 另外一个重点 猪头肉啊 猪头肉最好吃的啊 我觉得一种方式啊 就是这个 肥肥的瘦瘦的 但是酥皮的这种 煮的尤其是软烂的 最过瘾 用个馒头这样一夹 嗯 别提多美味 还有汤吗 还有免费的汤 这种还是很多的啊 这种还是很多的啊 很多大哥 光着绑子 我把镜头给转一下 你看一下吧 这个人也还可以 不算 没有 我上次看是人的时候人多 上次好像排队排了几十米的那种 可能还是天太热的原因啊 真的太热 不吃饭就满头大汉 提带有四十多度 嗯 还会臭呢 嗯 嗯 刚刚好他那个 不配馒头吃也可以 他不是没有那么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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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次到区府来吃这个新豆粉 味道还可以 但是没有特别特别什么经验 但是这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小吃 你就和这样应该比 我还是觉得猪头肉好吃 我们也吃完了 再看一下 哎呦这个人真的还是很多的 上面全部是这种电扇 这个是免费的汤 我们也没喝 我们喝的饮料 大米汤 行今天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两个路 两个路再见